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波的反射的一个特例 叫做助波 那助波它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一个路射波 遇到固定端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固定端产生的反射波 它的波形会跟路射波产生一个半个波长的相差 也就是波形颠倒 那当这个反射波又遇到路射端的时候 刚好又是一个固定端 那因为波长跟这个线长之间的一个数学关系 所以它就会形成一种叫做 一种反射的一种特例叫做助波 那我们了解共振现象也是助波的 也是因为助波所产生的一种物理上的一种现象 那我们今天就借由这个平台 我们逐一的来介绍它的一些观念 我先解释一下助波产生的条件 就是当两个政府波长跟周期都完全相同 简单一点就是那个双胞胎的波 那行径方向相反 那行径相反的时候 所以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合成波这种现象 那弦上的每一个指点都在做减歇运动 就是周期性的一个震荡 那某些指点的震动位影始终是零 那这些指点的位置就称为节点 我们称为波节 那两个相邻两个节点的中央位置的指点呢 也是在做减歇运动 那这时候它的震荡是最大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称为波富 好我们再看这个内容 我们知道波富的位置的这个指点呢 它的震动的震荡是最大 那越靠近节点的指点呢 它的震荡会慢慢的衰减 所以震动呢 就是在两个节点之间进行 所以它的形状呢并没有传播 就它固定着在那个位置上 做一个剪歇运动 然后它的能量的方式呢 就是以动能跟胃能呢 交互变换的方式 存在在那个区块里面 所以它的能量呢并不会传播出去 所以才叫做驻波 像日本人呢 他们把停车场呢 就称为驻车场 就是说那个车子就停在那个位置 那基本上它是代表 能量它不会传播的一种波 就是那个波呢 它是固定在那个区块 那这种现象呢 就称之为驻波 那共振现象呢 也是驻波的一种现象 就是让震荡系统呢 它被一个周期性的持续的脉动作用 那如果它震动的频率呢 很接近它这个系统本来就设定好的频率 像那个吊桥 有没有 吊桥就是说 如果通过的人数很多的时候 它的频率呢 会越来越快 它形成一个驻波 那这个震动频率呢 如果跟这个吊桥本身是用钢染 制作而成的 它有一个固定的频率 那如果这两个频率很接近的时候呢 它会做一个大幅度的震荡 它的震幅基本上来讲呢 是相当大的 那因此呢 当这个绳子的张力 你要是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震荡的时候呢 那这个吊桥呢 就会从中间折断 那这种现象呢 我们称为共振 所以共振呢 它是驻波的产生的一种现象 好 我们下面呢 藉由这个图形呢 跟公式呢 我们对驻波做更详细的了解 这边是两个固定端 就它形成了一个驻波 就是有个路射波 如果呢 这个半个波长呢 刚好是等于线的长度 弦的长度 如果是L 它如果形成一个驻波的时候 就它们的数学关系就是说 如果线的长度 刚好等于半个波长的整数倍 这个N呢 刚好就是 比如说N如果等1的时候 代表这个线长呢 弦的长度呢 刚好是等于半个波长的时候 所以路射波在固定端所产生的反射波呢 刚好就是又遇到它的路射端的固定端 又再产生路射波 又再产生反射波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驻波 是代表这个意思 那这时候它的震荡频率呢 如果它是一个弦乐际的话 它所产生的频率呢 我们称为低谐音的频率 那这个频率是最低的 那如果弦的长度 刚好等于这个波长的话 就一个波长 比如说N等于2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就会形成两个驻波 两个驻波 那这时候的频率呢 我们称为第二谐音的频率 那因为这个波数呢 是一样的 所以等于说它的频率呢 就是等于是低谐音频率的两倍 依此类推 这是如果弦的长度 刚好等于2分之3个波长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三个驻波 那如果这个弦的长度呢 刚好等于这个 四个波长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四个驻波 以此类推 好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假设有一根弦 它的左端呢 绑在一个震荡频率 为70个Hz的一个震荡器 所以它就开始震荡了 那右端呢 跨过一个摩擦力 可以忽略的一个滑轮 那下端呢 选一个物体 那我们知道 它的右下端呢 如果悬挂一个物体 就形成一个张力 那这时候弦的泄密度呢 是每公尺呢 有四公斤 就是每公尺长度的这个弦呢 它所承受的这个重量呢 线的质量呢 是四公斤 那A端跟B端呢 A端是入射端 B端是反射端 它是一个固定端 如果长度是一公尺 就代表是个弦的长度呢 事实上是一公尺 那期间如果刚好形成四个坡环 就是四个柱坡的话 那A端的阵幅呢 很小 可以视同它是一个节点 那求这个所挂物体的质量 好我们来看这个图 它所显示的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 那个一根弦 它的左端换一个震荡器 所以它还是产生震荡 那这边因为它有一个 悬挂一个重物 这个重物就产生一个张力 所以造成的这个坡 就开始从外边传送 OK 那它形成四个柱坡 那我们根据这个 弦上坡的这个坡数的公式呢 它会等于绳子的张力 就是物体的重量 就是Mg M乘上9.8 除以这个 它的这个泄密度 就是4 那因为我们要求它的质量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弦上坡的坡数呢 永远都是等于频率乘上坡长 那频率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震荡器的频率 70个赫尺 我们根据线长跟 这个坡长的关系 还有这个驻坡的树木的关系 我们可以找到 它们的一个坡长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线的长度 刚好是一公尺 对不对 所以坡长呢 就是等于是0.5公尺 所以我们带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的坡数 也就是根号的 四分之 M乘上9.8 然后就会等于呢 我们知道频率是70个赫尺 然后坡长是0.5 所以等于这个部分是35 那因此呢 这个根号的M 乘上9.8 我们知道根号四是2 就等于35乘上2 所以这边是70 所以两边开平方以后呢 就变成M乘上9.8呢 就是70的平方 也就是4,9 那M就出来了 所以M呢 就会等于4,9 除上9.8 单位呢是公斤 单位是公斤 所以挂的重物呢 事实上是相当大的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悬挂的重物 越重的时候 那就代表绳子的张力越大 那绳子的张力越大的话 它的传播的速度 当然越快 那因为速度呢 跟频率还有波长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越大的时候 我们看频率 频率基本上是固定的 就会影响到波长 那波长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注波的数目 所以它们之间呢 基本上就出现 这样的一个数学关系式 好 以上呢 是有关这个注波的一个介绍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